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原定于在12月15日将会重新开始对于中国进口产品再次征收关税 随着时间的逼近 现在市场开始重新越来越担心 所以昨天澳洲股市出现了自8月15日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下跌幅度达到了2.2%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面 澳洲股市一共下跌了整整接近于300个点 跌幅达到了5%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昨天有轻微上涨 上证指数上涨0.3% 深圳上涨0.4% 在欧美方面也普遍以下跌为大概的方向 英法德 英国跌的比较多 1.1% 法国和德国原地不变 美国三大指数普遍下跌幅度约为0.4%到0.8%之间 在股市意外地区 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下跌而上涨回来 大约是15美元 目前报价1477美元 而油价则稳定在56美元上下 比特币价格继续走弱 目前价格逼近至7000美元大关 最新报价为72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昨天澳洲央行对于澳元利率的决定 那么我们知道每个月第一周星期二下午2点半 就是澳洲央行开会决定澳元利率的日子 那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澳元利率被决定继续续维持在了 现在历史低位0.75% 并没有继续降息 我们知道从6月份开始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面 澳洲央行降了三次利息 把这个利率从快速的从1.5%拉低到现在的0.75% 那现在的话 实际上的房价已经反弹上涨非常多了 根据11月的数据显示 悉尼房价出现了自1988年以来 也就是31年以来最快单月上涨记录 在上个月 悉尼的独立房 不是公寓 是独立房 也就是我们说的别墅 平均价格上涨了3.1% 一个月3.1% 这是非常惊人的 墨尔本也差不多 达到了2.6%还是2.7% 那么说这么一来 房地产市场快速火热 但是泡沫也随之而起 因此澳洲央行在短期之内 也就是两三个月之内 有可能是不会再动手降息了 那么昨天 央行罗行长 因为他的英文名第一个 姓的第一个字母叫L 所以我们叫他罗行长 罗行长说到 他预计呢 澳洲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温和的拐点 预计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 经济将会缓慢温和的回升 2021年重新回到经济增长3%的目标范围之内 但是他目前依然最担心的就是家庭开支 也就是家庭的消费势力 我们知道降息能够帮助房价回升 但是很大一点也是帮助每个月还贷数量 还贷金额的减少 但是现在还贷金额虽然减少了 但看上去家庭的消费开支并没有出现同比的增长 比如说房贷金额少还了一个月是300 但是这300块钱并没有用于消费 很多家庭目前担忧至目前的经济情况 所以很有可能是把这300块存起来 而不是花出去 所以说罗行长担忧的最大一点 就是现在虽然房价起来了 但是家庭的消费一直起不来 这个其实是和我们所说的 这个叫做工资增长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 经济似乎有所好转的迹象 但是应该说其两个主要的参数 也就是失业率 另外一个就是消费开支 就是物价指数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 但是房价上涨的确能够帮助到了信心的重建 那么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说到 澳大利亚的经济在过去的28年里面 创出了奇迹 也就是全球累积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 就是澳洲 之前是荷兰 现在澳洲创下记录 那么澳洲在过去28年时间里面 其实很大部分经济增长 是依靠着不断涌入的新移民来创造的 那么现在 从去年开始 澳洲政府宣布 每年新移民的数量 将从原来的19万人下降到16万人 那么这个能够帮助经济的政策 为什么现在被限制住了呢 其实我们知道我反复说过 澳大利亚目前人口只有2400万人 光靠这2400万人 你就算是天天吃天天喝 消费也就这么多 以澳大利亚这么大的国家来说 是不可能仅仅靠2400万人内部消费 就可以搞定的 因此很大程度上就需要外界的帮助 这个外界的帮助 可以是以国家形式来进口铁矿石 进口资源 也可以是以个人的形式 来旅游 来留学 来投资 那我们看到呢 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时间里面 澳洲每年吸纳了很多的新移民 这些新移民吃喝拉撒 买房买车 都对澳洲的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我要说一点的是呢 新移民中 我们这个对于社会经济真正有贡献的 是高质量的技术移民 以及呢投资移民 但是现其实呢 澳洲的这个我们说的 它是人道主义非常强 在过去呢 也是吸纳了很多的难民 同样三种不同的新移民 一个难民每年政府平均 在他们身上的开支 是8.9万澳元 也就是一分没赚 还得花出去8万9 一个平均的技术移民呢 独立技术移民 除了工资 另外加上吃喝拉撒 再加上买车买房 等等等等 能够给社会创造超过10万澳元的财富 那么商业移民呢 就更不用说了 你就算是买一个小生意咖啡咖啡店 雇用4个人 那么半年时间创造的经济 这个社会经济效益呢 就超过了50万人 50万澳元 所以三类人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 从 我们光是从社会经济利益来考虑 那么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这个你太没有 这个我说太没有善心了 这么多难民怎么可以不接呢 是不是 我没有说不接 我只是说在每一个难民身上花的钱 是不是多了一点 我们知道澳洲的平均工资 现在才7.3万澳元 你在普通每一个难民身上花8.9万 接近于9万块钱 等于1.5个人工资的收入啊 是不是 他们来了之后是免费的医疗 免费的就业 每个人配备一个社工 免费的智能手机 免费的心理医生 关键是什么都免费 这些人是谁来买单的 都是纳税人买单的 都会给 不得不说给这个社会 或者说给福利系统 造成巨大的负担 那么可能大家要说 那为什么这个技术移民 或者说投资移民这么好 但是最近两年要限制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澳洲目前的政府这个格局 应该说 它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舆论和民众的压力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把时间回到2000年 到2010年这十年中 大部分那个时候的独立技术移民 并没有太多的钱 因此呢他们普遍是辛勤工作 安分守己 澳洲的社会呢 包括媒体和舆论 普遍对此评价都比较高 但是在过去的五六年 特别是七八年中 这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 最近来的移民 其实呢 手里都是带着钱 因此买房买地买生意 这虽然这个在我们在不仅仅是华人媒体 包括了这个英文媒体上也屡见到 这个拍卖创出新高 超市里面奶粉被抢购 被抢一空 等等等等一些 负面语言组成的新闻 那么这些消息呢 让很多澳洲人 其实都会心里有所反感 应该这么说吧 少数人知道 其实不断地买房 不断地抢奶粉 实际上是帮助澳洲 产生很大的经济利益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普通人 是不懂经济的 在他们看来 那就是移民不断地是在抢他们的房 抢他们的奶粉 抢他们的工作 所以作为这个 需要三年选一次的政府 那也不得不面对民意 做出表态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年中 澳洲每年在削减 永久居民的人数 从19万人下调至16万人 但是 其实现在的联盟党政府 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小把戏 虽然长期绿卡人数 从19万人降低到了16万人 但是持有短期签证的人数 却从2015年的180万人 增加到现在的多少 220万人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绿卡人数每年减少3万人 但是短期签证人数 则足足增加了40万人 什么叫短期签证呢 我们知道以前 可能10年前 留学你读完书之后 你要么就申请绿卡留下来 要不然的话 就明显申请不了 那就回国 但现在基本上 所有专业的留学毕业生 读完书都会有 两年时间的临时工作签证 那么在这两年时间里面 实际上他们除了吃喝拉撒 租房买车 要用于消费以外 其实这两年的临时签证 是很难在澳洲的大公司找到非常不错的工作 也就是说 这40万增加出来的临时短期签证的人数 可以帮助经济的增长 帮助消费 但是又不会抢到当地人的工作机会 也不能买我们说的二手房 那么这个实际上40万 我们说白了 可以用中国的股市里说 就是为澳洲经济做出了无私的贡献的 伟大的40万韭菜 两年时间一到 怎么办 分数到了 你就申请移民 分数不到 那就滚蛋 澳洲政府看上去就是这么精明又无情 所以说我这么一说 大家就知道了 看上去这个绿卡人数降低了三万人 实际上短期签证人数是大大增加 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帮助经济增长 但是又能够不抢工作 不抢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意是谁设计出来 那个人是相当的聪明 好了 总结一下来说 澳洲的经济始终 它是一个依靠外来帮助的经济 依靠自己2400万人 啥事都干不成 或者说 它无法成就大的这个消费实力 所以它必须依靠 外部国家的这个需求 外部个人的 对于旅游的需求 对于留学的需求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